好了 看画面上为什么是全球知名的好莱坞男星Tom Cruise 因为他可以说是20世纪崛起的山达基教 全球最有名的信徒 那么他曾经对山达基教陷入非常狂热的宗教崇拜当中 山达基教向来都很神秘 现在有一个纪录片叫解密山达基 这里面加拿大的记者寻求解答 他派了卧底接触山达基教 访问了很多之前是山达基教的成员 来解密山达基教的吸引离法则 也意外发现教会在加拿大非法行医的事实 给予教友归属感的同时 但是却把教友因为非法行医 推入了身心危险当中 演员汤姆克尔斯曾经虔诚信仰 更让约翰取福塔身陷其中 不少好莱坞名人在公开场合 承认加入山达基教 但山达基教的宗教地位 一直以来引发不少争议 山达基教宣称可以带领信徒解放困扰 不用再受新魔术服 究竟山达基教如何为教友提供救赎 世界公司大展精选加拿大纪录片 解密山达基 解密教会内幕 加拿大广播公司派卧底 违装成造育症患者皮亚 潜入魁北克市 寻求当地山达基教会帮助 知识助员第一招 前教会就会顺势给你解决方案 进化计划 清除体内毒素方式 是去三达基洗三温暖 跑步 上课 为期三十天 每天五小时 要付费加币两千五百元 相当于新台币约五万八千元 但皮亚面临一大问题 教会员员委婉暗暗示 若要参与计划 必须得先停用精神用药 原来是因为 山达基创始人认为 身心科医师和心理资商师 是社会论员 反对使用药物治疗精神疾病 这也是教友们 神性的理论之一 就怕皮亚忧虑戒断难关 不愿参与计划 教会还向皮亚推荐 找一名修车厂老板 购买总价台币四千四百元左右的排毒水 和俗称解毒炸弹的高剂量维他命 声称可以有效缓解阶段 一句 为了你好 却可能害了精神患者 不只精神科医师坦言 山达基教的做法很危险 制作单位还发现 这款产品在加拿大境内 是非法销售 进化计划中 教会要求服用的大量烟碱酸 也可能造成长期的肝脏问题 山达基教1954年成立 一直带有浓厚神秘色彩 纪录片揭露了 教会在加拿大非法行医 给予归属感的同时 却将教友推入身心危险之中 TVN新闻最后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